而現在的多點爆發 零星個案這麼多 全台灣到處爆 又有將近20條根本找不到感染源的傳播鏈 台灣現在從淚清零變成淚普篩了嗎 真的是大家很不想看到這個狀況 真的也是很無言了 先來看看是柯文哲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之前不是呢 他不知道這個規定 在台上唱歌沒有戴口罩 不過其實現在規定是 你要唱歌的話 你就必須要戴口罩好嗎 所以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自己都不知道喔 所以來看的是呢 他們現在做了一個梗圖啦 柯B的口罩小教室 演講可以不用戴口罩 拍照可以不要戴口罩 但是你如果路人唱歌的話 你一定要戴口罩喔 歌手唱歌可以不戴口罩 反正我們現在的規定就是很複雜啦 大家都搞得五薩薩 連台北市長自己也搞不清楚 結果自己也犯法了 也在台上唱歌也沒有戴口罩 好現在的規定就是 唱歌戴口罩演講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如果演講到一半突然唱歌 這個也不知道怎麼算了 好台北市長柯文哲他就說 因為他唱歌嘛 但是呢沒有戴口罩 當然就是違法啦 好他就說該罰就罰啦 他說法令真的很怪耶 連他都搞亂了 你看有些拍照不能戴 演講不能戴 但是路人唱歌一定要戴 歌手唱歌又不能戴 反正大家都搞不清楚 好這陳時中就說了 要看社交距離啦 還要看時間長短啦 總之好像還有一些彈性的標準 他可以來自我的來一個裁定 好其實陳時中就表示說 很多地方其實都還沒有收斂 現在疫情多點爆發其實真的很亂喔 而且疫情是燒進了校園 老師學生全部都都確診了 九個縣市現在目前已經累計有17個學校停課 可能還沒完喔 如果這個疫情繼續擴散 恐怕還有更多的學校必須要來 趕快來緊急的停課 現在最慘的是哪裡 就是基隆了啦 基隆現在這一波真的是完全壓不下來了 多點爆發 可以看出來其實可能這個病毒早就在社區傳播一段時間了 現在基隆要類普篩的模式了 就是要發給大家 中央要提供大家快篩世界了 但他沒有要強迫你一定要篩 就是發給你你自己要不要篩 但建議你希望你篩 社府發放之後呢會統計來回收 預計在一個禮拜之內要執行完成 但是這樣的一個方式會不會還是有很多漏洞呢 很多人拿到可能他怕被這個發現確診 被抓走不想被隔離等等 他就不普篩自己不篩了嗎 所以這樣的成效是多有多少呢 並不是真正的普篩 而是一個類普篩的模式 這樣的方式在我們台灣管不管用呢 有待時間的驗證了 不過來看看是呢 除了基隆現在慘兮兮之外呢 雙北尤其呢新北 這個中和的社區的群聚案件 陳時中居然還把人家門牌爆錯了 好當然其實本身不應該來揭露這些個資 好不只呢爆出了門牌 重點是還把人家門牌爆錯了 好這個呢網友傻爆眼了說個資法辦下去了 連門牌號碼都講 而且還講錯了嗎 好這算不算假消息假新聞呢 好之前這樣子口誤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要不要犯要不要罰呢 好先來看是林可祥跟副院長的邱建勳他就說了 打冰山要快才有用啦 好現在這樣子 現在才在淚普篩 有很多專家說是不是慢了一點點呢 好專家說話還是很客氣啦 說是不是慢了一點點啦 意思就是慢了啦 另外呢草屯療養院精神科醫師沈南澤說呢 境外滲透到社區了嘛 你看現在到處小開花 小開花之後就要連成一片變成花海到處來遍地開花的意思了啦 防疫如果沒有加鹽還會繼續爆 意思說現在可能只是更開始 北市聯醫中心院去的醫師呢 蔣冠宇蔣醫師就說他現在其實更擔心的是什麼 他比較擔心的是BA.3啊 這個病毒株其實呢這個傳播力更強 副作用可能更嚴重 他說台灣現在是這個溫室中的花朵 萬一被這個恐怖的已經變異的Omicron的病毒株給感染全台灣的話 真的這個溫室中的花朵恐怕是沒什麼免疫力的 不過當然最新的連線我們先來關心 剛提到了基隆好現在一個重災區 在昨天新增20例的本土案例 疫情明顯還沒有修煉嘛還在爆 指揮中心宣布基隆要進行剛提到所謂的類譜篩的方式 找出呢社區潛在的感染源 而目前基隆篩檢的最新的狀況一大早又是如何 趕快連線記者張貝茲告訴大家 好準備各位觀眾可以看到記者目前在基隆車站 社區裁檢站這裡可以看到一大早呢 就有很多的民眾和警察他們來到這邊排隊裁檢 因為基隆疫情持續蔓延民眾都還是相當憂心 先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怕會爆發出來感染出來 我們也被強制要來篩檢啊 很煩惱啊我已經篩檢能這次了五次了 昨天基隆新增20例的確診個案 更再受到這個銀河小吃店傳播鏈的影響 傳出一名直屬隊副隊長快篩結果是陽性PCR篩檢後呢 出爐確診成為第一位直屬隊染疫的警官 等於說目前基隆市警局共有13人染疫 不過詳細的確診狀況還是得由指揮中心在進一步的宣布 而現在疫情看似沒有收斂反而是持續失控了 指揮官全市中也宣布基隆市 將進行類普篩要找出社區潛在的感染源 不過民眾也紛紛表示真的是看得不撒撒 因為類普篩只是發放快篩試劑的話 其實準確率並不高要圍堵社區的疫情恐怕是沒有這麼簡單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現場時間都很不美 來關心的是本土疫情再次延燒到其中呢 包含剛提到基隆小吃店的相關確診已經達到68例 而指揮官陳時中在昨天已經下令要在基隆實施所謂的類普篩 就是要發普篩給大家來自己來 有自由意志來篩喔 由中央提供快篩的試劑 我由於過去陳時中多次都拒絕採取普篩的做法 其實我們台灣是一直都沒有真正的來普篩過 換句話說真正的染疫的數字一直沒有浮上檯面喔 好這一次來看看這所謂的類普篩 引發了很多網友很好奇喔 其中差別到底是什麼 好大家也很可愛啦 說那是不是基隆實施類普篩 那把米熬成中是不是叫類吃飯呢 把工作帶回家不加班叫類上班嗎 只開個記者會但是都沒有作為 好那些講一些空話叫類防疫嗎 好大家都很有才 不過對此呢這個羅爾茲在臉書發文 這樣子呢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真的是認為好大家 好現在這個類普篩也反諷了一番啦 不過當然這個類普篩到底有沒有用 還有待時間驗證 發下去也不是每個人都乖乖會去篩嘛 當然同時呢這個前一天台北市長副市長呢 這個黃珊珊他也是唱歌沒有戴口罩 柯文哲也是被檢舉 好沒有戴口罩來唱歌 好我們台北市的政市長副市長 接連都帶頭違法都沒有戴口罩直接來唱歌 不過柯文哲大喊冤枉 他認為啊指揮中心的這個防疫的規範 真的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跟陳時中可以說是隔空交火 而且呢不管如何啦 柯文哲還是的確是違法啦被抓冒是無罩唱歌 不過這個法則是不是規定的也太複雜了呢 帶你一起來看看 台北市長柯文哲沒戴口罩忘情在舞台上歡唱 四周的人似乎也沒把口罩戴好 而柯文哲被抓爆脫罩歡唱的前一天 副市長黃珊珊也被踢爆炮灑時也無照唱歌 首都市這兩位防疫指揮官帶頭違規畫面一出超尷尬 他們都是身為我們台北市的指揮官跟副指揮官 不能夠就是知法犯法 那現在是怎麼樣呢 是把整個的防疫規定視如糞土嗎 台北市衛生局該罰就要罰 然後該道歉就要道歉 無論如何應該避免讓民眾覺得說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你們是作為人民的表率 那如果你們自己都帶頭違反規定的話 那你叫人民怎麼可能去遵守規定呢 不過科文哲抱怨中央沒把規則說清楚 和陳時中隔空交火 台北市府表示將要求當事人提出說明 該罰就罰 但首長們接連帶頭違規 對照自己要求百姓遵守防疫規範 顯得格外諷刺 記者讓七號樹瓜好 A3G小組台北報導 今天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 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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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